來 幹什麼 瓶裏小組全副武裝破門攻堅 屋內應召女子和客人全都嚇傻眼 日前警方來到臺北市萬華鑽石大樓 清查非法應召站 帶到主賢和31名應召女子 如今近爆出萬華分局 有名偵查隊員警 曾多次到大樓趙小姐 之前就有掌握員警的一個狀況 他說大概有三四次 曾經主賢到案後做筆錄表示 正名員警來指定越南小姐 因為她聽不懂中文 故意不付錢 主賢為了幫她套回公道 做事要去禁局大鬧 正名員警避免事情鬧大 承諾斷情內不會上人傾角 如今卻是出爾反日 主賢到案後痛批 改名員警不厚道 才東窗始罰 經查證屬實 依規定家中予以記憶大過處分 並列教育輔導對象 及調離刑事工作服務單位 警方強調是透過監視器抓到自己人 而這名26歲球星原警 108年畢業後就到萬華偵察隊 之後調到第五小隊 初步調查她至少消費過四次 被分局即大過並調離限職 不僅賞景形象也匯了自己前途 記者李晴 杜一軒 台北報導 我是李一軒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